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祥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 现在如果你看一下窗外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阳光 感觉很像没有这么暗 是不是天气还不错 温度有回升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刚刚已经帮大家出去感受了一下 这个温度还是蛮冷的 而且呢 在台北内湖的温度大致只有14度 但还不到最冷的时间点 当然入夜之后 到明天的清晨 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 它最强的时候 北部地区地位有可能会掉到 各位数字9度左右 所以提醒 尤其你住在一些沿海空旷处的 包含像是在新竹 彰化 苗栗等地 或者是淡水 新屋这里的呢 都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边的风也比较强 当然感受上就会来得再更冷一点点 我们先来看天气懒人包 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预计是这波最冷最强的时间 礼拜六的早上 温度白天的时候会略为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很冷 就跟今天差不多 明天的高温有机会 北部来到19度左右 之所以今天的白天温度回升很多 是因为呢 这个云雨已经散开了 散开了之后 当然这太阳就能照射到大地上面 所以这温度地表的温度就有回升 今天是这样 明天也是这样 到了礼拜日的时候呢 也差不多 但是礼拜日要注意的 就是在下半天的时候 可能水气又会再度的增加 紧接着礼拜一有封面要通过 好我们要来看 明天你要出门的话 在天气部分会怎么样 迎封面地区 各山区会有局部雨 明天的迎封面指的是东半部 像是在一些花莲这边的山区 近山区或者是中南部的山区 这边会有一些毛毛雨出现 但是这量也不是到特别的明显 而礼拜一封面就要通过了 封面通过的时候要注意 整个雨会变得更加的多 尤其在中部以北 不排除会有下的时间 比较长的情况 而且温度呢 则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在下降 是落在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封面过去之后 冷空气就要紧接着南下 南下的过程当中 当然感受上 就会比前一天来的再更冷一点点 但是下一波的冷空气 目前看它的强度 应该是没有比这一波来的强 这一波目前定调在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 下一波可能是东北气风 比进于冷气团的程度 我们先来看降雨的部分 在今天呢 其实整体来看雨都非常的少 在花莲受风这里呢 累积雨量大概都在20毫米左右 24小时下的20毫米 真的很少 而在河川半岛这边 可能也有一点点 但是呢 在整个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中南部的山区 雨非常的少 明天 后天 其实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 所以非常适合出游 而之前一再告诉大家 就是说各国家的模式预测 在礼拜六 礼拜日 天气相对比较不稳定 跟礼拜五比起来 原因是因为有一波一波的 花南水气移入 但是目前呢 定调了 欧洲模式认为 它就是不会进来 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呢 可能要等到礼拜一 或者是礼拜一的前面一点点 才会随着这个封面一起带进来台湾的上空 但是在这之前 天气大致上都是稳定的 只有在礼拜日的时候呢 要注意 可能下半天 云层会比较厚一点点 在整个周南部地区 你也能感受到 这个温度的起伏 不是特别的多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一周的降雨 在今天 明天 都是短暂的零星正雨 所谓的零星雨 就是毛毛雨 你基本上你不用带 雨伞出门 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到了礼拜日呢 降雨会再增 这一个是一整天的 虽然实际上 你没有看到蓝色的区块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在一些沿海地区 或者是在中部 中部的山区 都有一些灰色蓝色的区块 代表这些地方呢 云层会比较厚之鱼 同时也会有毛毛雨的情况 而到了礼拜一 封面通过了 整个雨势呢 跟前几天比起来 明显的增多 蓝色的区块变大了之外呢 整个山区也有出现绿色 更鲜艳的浅绿色的 亮出来 那么中南部地区 虽然这边暴是没有雨 但是要注意 云层比较多 所以温度也是偏低一点点 而到了礼拜二 到礼拜四 降雨会趋缓 所以下礼拜二 开始就是东北季风 到接近冷气团的程度 影响台湾 到时温度会再下降 但下降不会比 这一波来的更冷 但是呢 下降的过程当中 它会转干 所以白天温度会上升 但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 早上晚上会比较冷一点点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平地温度 最冷的地方当然还是在礼岛地区 像是在连江还有金门 都只有8.8度到10.5度 而在本岛地区 新北的石门 富贵角这里10.7度 桃园扬门11.6度 跟昨天相比 早上是真的比较冷 冷了大概半度到1度左右 因为今天是冷空气冲刷下来 它的强度比较强 最强虽然是今天晚上到明年清晨 但这个应该就是次强第二强了 但是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 就觉得说 今天的白天高温中午的时候 怎么感觉很像比昨天还要来得再 暖一点点 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因为云散开了 太阳升起了 所以白天的温度有上升 在昨天台北的中午高温 大概是14度 而在今天的中午高温 有来到15.7度 甚至如果时间你往后一点看 大概在下午3点的时候 台北还要来到16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温度 也是上升个1到2度 但是到入夜的时候 温度还会再下降 我们说今天晚上到明年清晨最冷 那么北部低温是会来到9度 有机会 那么中部地区低温 有机会来到12度 南部地区则是介于14到15度左右 好 那我们就来看未来的 一周温度趋势图 在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六都是这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影响的范围 现在你看到绿色这一条线是10度线 而在礼拜五或礼拜六的这一天 它是有机会低于10度以下的 所以这时候最强 而且不排除在这个时候 北部地区会降到各位数字 台北地区它的侧站 如果低于10.4度 就来到了寒流等级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寒流达标 就要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有没有这个机会 而至于这个云层 也因为比较少的关系 有可能会出现辐射冷却 辐射冷却呢 会比一般在没有辐射冷却的情况之下 温度再掉个3到6度左右 所以这区间很大 如果今天在台北的温度是12度的话 那么在北部的空旷处 它可能就会掉到只剩下8度9度左右而已 这个就是干冷的时候 辐射冷却效应它加成上去 会让整个温度变得比实际上 更低一点的情况 再来礼拜六温度跟今天其实差不多 但是到了礼拜日的时候呢 注意整个中南部地区的温度不升反降 而且礼拜日照理来说冷气团减弱 应该全部都要跟着回升 北部呢确实有回升一点点 但是中南部地区反而是下降 就是因为在这一天 中南部地区的云层变得比较多 所以它白天的温度回升幅度有限 而到了礼拜一呢 下一波的冷空气又要影响 目前定调是来到冷气团以下 大概东北季风到冷气团的程度 所以大概低温就是落在14度左右 你看它都没有低于14度以下 但是呢因为非常的接近了 如果它今天低于14.4在台北市的侧站 它也会来到冷气团的等级 预计这一波是影响到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 直到礼拜四的时候会减弱 好那我们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 用一个实际的数字告诉大家 冷会冷到多低 那么高温白天会上升到几度 礼拜六的话呢高温有机会来到16度 其实更高一点有机会来到19度 而在低温的部分呢 10度更低一点有机会来到9度 而在中部地区则是介于13到20度左右 南部地区高一点15到24度 其实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 只有在山区迎风面地区东半部 一些林青的毛毛雨出现 到了礼拜玉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温度是11到22度 虽然有稍微的上升 但是上升低温其实上升的情况很小 微距很小只有一度 但是高温呢上的蛮多的 北部地区有机会来到20度以上 而在中南部地区也差不多 在宜花东地区呢 要注意的是在礼拜月下半天 可能水气会增加 再来到礼拜一 北部地区低温13度 高温来到了17度 低温已经上来了 但是高温反而下降 就是因为有封面要通过水气增加 高温上升的幅度就有限 太阳呢基本上它白天 它要照射到地表散发热能的几率 就会降低 那么中部地区15到21度 南部地区17到26度 在整个宜花东地区则是13到24度左右 而这一天也会转为有雨的天气 所以在礼拜一又要变天 温度会变成湿凉 甚至有点湿冷的感觉 好除此之外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在冷空气增强的这个区间 包含礼拜五礼拜六在沿海空旷处呢 都要注意这风比较大 这个浪也会来的比较大 这风不排除会吹起8到9级的阵风 这浪有可能会吹起3米以上的浪高 而同时这风大也把这中国大陆的境外污染物 带进来台湾上空 所以今天的实际观测呢 其实全台湾的空气品质都不是特别好 包含像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也都只是来到了黄色等级 也就是普通的等级 而大致上来看呢 像是今天你看到 其实在整个台湾都是来到黄色 云嘉南地区高平地区 更是亮起了橘色的灯号 而这样子的情况 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也差不多 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水气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没有洗离作用 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族群的话 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 好那我们要给大家来先简单的做一个科普 基本上呢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温度上是差不多的 天气上也差不多 白天的时候温度会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非常非常的冷 虽然白天的温度会回升 但是你看到这阳光 不要觉得是一个回暖的阶段 因为呢它其实低温冷起来还是蛮冷 像是你今天你出去的话 大概下午4点左右出去 虽然有阳光 但是低温都在16度以下 感觉上还是会有点冷的 所以如果你穿的只有我这样子出去的话 会有一点打寒战 但是穿多一点会比较保险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议题 那么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真的波动很大 我们也提到了 在前几天有来到29度的高温 而花了一个小 一天到两天48小时之内呢 这温度就几乎砍半 甚至还以上 降了大概18度左右 在高温部分 所以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特别容易让人家的身体亮灯 亮起红灯 而包含像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一个 是七龙珠的作者 他叫做鸟山明 那么这让动漫迷非常的震惊 除了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身份 他是七龙珠还有怪博士 与机器娃娃的作者之外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年纪 还不算特别的高 他只有68岁 但是却突然在这个时间点猝死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脑内的蜘蛛膜下腔出血 顾名思义 就是他出血的位置 在这蜘蛛膜的下腔这里 那么如果他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 第一个 颅内压会急剧的上升 而且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头痛 有人心中说 就很像是被那个棒球棒 砸到头的那种感觉一样 突然之间瞬间的头痛 你就要注意 有可能是有蜘蛛膜下腔出血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他会有呼吸会突然停止 以及偶尔会出现想要吐的症状 所以如果你有这三个情况的话 真的不要等了 赶快去看医生 好 那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忽冷忽热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病征之一 因为昏差大就会导致这个血管收缩 以至于血管收缩 它难以负荷的情况 就会有爆裂 而当它爆裂 你没有及时送医 它可能很轻则的话呢 可能你就会抽搐 那么重则你就可能中风 或者是有脑出血脑溢血等等的情形出现 所以要怎么做 第一个高风险族群 像是你本身有这样子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脑出血的风险者 都要特别留意 有家族史的 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这样温差的变化 做好保暖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在抽烟的话 最好可以戒烟 以及控制血糖血压 以及不要让自己有过多的压力 睡眠要充足才可以 而这样子急剧热了之后 又急剧的冷 每天不止天与天之间的温差很大 甚至像是今天 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日夜温差差距也很明显 早晚温差有可能超过8度 甚至8度以上 未来几天你同样有可能会遇到 因为春天的天气变化就是真的比较复杂 尤其在台湾 好 那像台湾最近就做了一个统计 气象数自己 在过去的三个月 也就是上一季呢 它的温度是高于平均值的 而在下一季 是温度是正常到趋近于平均值以上 就是未来三个月也有可能是偏暖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就是要看看了全世界各地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变暖不止台湾 其实全球各地的均温也不断的在飙升当中 你看到这个全球的温度聚平图 红色的区块非常的多 显然高于平均值不少 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年一再提醒 每个月都突破了历史的高温记录 而在今年的一月也是 其实在今年的二月也是达标了 已经连续九个月都破了历史的高温记录 我们有几个数据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是从西伯利亚到南美洲的气温不断的飙升 所以在欧洲也记录到了史上第二个温暖的冬季 以及在二月的气温比工业化年前 高出了摄氏的1.77度 而且在海洋的均温上面也是上升的 高达均温达到了21.06度 连九年都刷新了同期的记录 你觉得海洋的温度上升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海洋温度上升会导致什么 就是它在这个海洋上面形成的低压 包含像是热带扰动或者是热带低压 或者是台风 它的强度会变得更强 而当它在靠近陆地的时候 带来的威胁就会更大 而台湾本来就是在台风季有非常非常多的台风侵扰 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了10个以上 虽然总计上不多 但是入侵到台湾的已经打破了4年的记录 所以我们确实要注意 这海洋均温上升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不只台湾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 好那我们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在风的部分 其实今天台湾沿海的风也真的是蛮大的 所以有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 而当强风特报发布 通常在哪个地方的风会比较强呢 当然就是在峡管效应影响到的台湾海峡这一带 因为这里本身就比较窄 所以它的风全部挤到这边的时候 它的这个管道会迅速的收缩 以至于沿海这边的风浪 往往侧的会比其他的地方来的再更多 可能其他地方它的阵风只有5到6级 但是呢在这边台南以北桃园以南 这里都往往会吹起8到9级 甚至如果这个冷空气下来的比较急剧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会吹起9到10级以上的阵风 这样子的阵风呢其实跟台风天的阵风就有得比了 14级的阵风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大 但是如果你这一次在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你在海边你会觉得这个风很强劲 而且又感觉更冷更加的不舒服 那么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除了在台湾 冷空气南下的过程中 你要注意这个风速强湿度大 会导致你的体感温度下降之外呢 我们要做好的就是低温保健 以及你在海边要注意你在海边活动的话 要小心这个风浪也会来的比较长 就吹起3米的浪高呢 很容易会把这个浪 掀到这个渔船上面 就会有一些踩损出现 好台湾的沿海风浪大 其实在美国西部这几天 也是经历了不少的极端天气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大气河流 而大气河流造成了什么 就是有包含大雨大雪还有狂风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这个风滚草呢 我们称它为世界上最嚣张的草 原因就是因为它割不完烧不进 而且也杀不了 他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是从一旁的沙漠 吹着因为这个强风而吹到这个路面上面去 而当它如果吹到了路面的话 会导致行车上不安全 而第二个麻烦的点是 当它如果滚进了社区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很多的草它们堆叠在这个社区里头 不只让整个房子你要进出很困难 甚至你要找车都很麻烦 而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加州西岸这边很频繁 你很常会有见到这样子的情况 而这样子的风滚草呢 其实我们还很常会在一个 一种电影里面来看到 就是西部的牛仔电影 这种风滚草它其实不是单一种的一种植物 而是很多种的植物呢 它们在经过了干燥之后 随风滚动 滚动而引致越来越大颗的 这种球体 就是风滚草 而且它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这个风滚草啊 它在滚动的过程中 会散播它的种子 所以也导致它很难除得进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它真的非常的嚣张 你要割它也割不完 你要烧它也烧不尽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根在哪里 它会一直的滚动往前跑 那现在很多人就讲说 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最主要就是因为风特别的强 大气河流不只会导致雨变得很多 而且天气变得很不稳定 所以会有暴雨或暴雪 同时这风很强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瞬间的把原本在东边的 这个可能距离几百公尺远的草 带到几百公里远的西方的这个地方 所以像是在整个风速很强劲 从3月20号吹东风 它的风速就已经来到了每小时35英里 而在3月3号一样是吹不同的方向西风 它就达到了50英里 它的速度会快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它的时速甚至可以超过100公里 你想象一下 这个车子呢 就是你高速公路 你开在上面的这个速度 它这个风滚草 可以以这么样的快的速度 行进在道路上面 所以它不只对人造成了财损上的安全 同时呢 它也很麻烦 那么很多人就想说 风滚草出现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 中国人他们不怕 包含像是之前不是说什么帝王蟹吗 什么阿拉斯加的帝王蟹 多到没有办法去附和 然后也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 所以有些中国人呢 他们就讲说 可以派中国人去吃 把这帝王蟹给吃走 那么现在也有人突发奇想 就讲说 这个风滚草有没有办法让中国人呢 让他可以把它解决掉 靠什么靠吃 因为像是之前法菜 中国广东人也特别喜欢吃法菜嘛 但是法菜呢 其实它的形成过程 也蛮像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在沙漠里面它出现 而它也会加剧整个沙漠化的进程 但其实在中国大陆 确实有一种跟风滚草很类似的 叫做叫猪毛菜 但其实这个猪毛菜 它跟风滚草有点像 又有点不太像 主要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同属不同种的 所以很多人说 猪毛菜可以拿来做凉拌 可以拿来做青草 这个风滚草有没有办法 其实看起来可能未必可以 所以对于整个风滚草 它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肆虐 而且越来越多 未来要怎么去处理它 可能这个是大家要想破头的一个办法 好我们最后要给大家来看的是这个画面 我们刚刚用说的 可能大家很难感受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风很强的情况之下呢 在整个风滚草 在路上根本它就是漫无目的的 四处的催 所以导致车子行径上有安全 甚至呢 你的住家可能也会被它而埋没 无论如何呢 就是它 虽然在西部牛仔电影里面 很常看到它觉得很酷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它给我们带来 头痛的地方在哪里 好我们最后要来做一个重点整理 今天基本上天气还算不错 明天天气也还不错 礼拜日上半天天气也很好 但是呢 在整个早晚的温差会拉锯之外 同时白天温度虽然有起伏 但是温度还是冷的 大概低温呢 有机会来到九度以下 而在高温部分 十八度左右北部地区 但是当这个太阳一下山 这温度就会急剧的下滑 而在下礼拜的东北季风 强度没有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波强 但是因为在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 它低温会上来 低温上来之后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回暖的感觉 但很快的在下礼拜三礼拜四 这一波冷空气再度的南下 这个温差的变化 你就会觉得很像又要开始变冷了 尤其在礼拜一的这一天 有封面要通过水气增加 湿湿冷冷的感觉 又要再回来 所以我们提醒未来的一周 甚至未来的半个月 三月结束之前 你冬天的衣服 不要这么急着把它收起来 因为很有可能 又有一波一波的冷空气 持续的南下 而目前有一些气象专家认为 可能在清明节 长期的预报上来讲 可能那一天真的会有 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状况 我们也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 当然时间近一点会更加的准确 今天是礼拜五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休假期 天气很好 赶快出去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